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给大家开声来读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我给大家开声来读 主耶稣在经文中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好弟兄姐妹 我们低头闭目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啊 谢谢您的恩典 谢谢您 用您的爱 招聚我们这些属您的儿女 来到您立位拟名的教会 天父啊 您领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就单单的向着您的宝座仰望 祈求 祝您的圣灵此刻 就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 也敞开我们每个人的心 父啊 您断开我们的 向着世界的锁链 让我们的心 单单向着您的宝座打开 父啊 您亲自的把您的真理 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让我们听了您的真理 生命就被您亲自的翻转 您领我们 与我们的救赎主共赴一恶 在这弯曲被拗的时代 来得您在主里边赏赐给我们这生命中的安息 您祝福我们 您听我们的祈祷 您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 自始至终 董蒙您丰盛的恩典 您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方面 得安息 我们来看经文 再读一遍 经文主耶稣说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如果我们要看原文 与我们所看的和和本 在顺序上略微有些不同 原文的执意是这样子 经文说 主耶稣说 来吧 到我这里来 所有劳苦疲乏 和有重担的人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感谢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原文 来读原文的话 你会马上就会看到经文 主耶稣在圣经当中 跟我们说什么呢 主耶稣就敞开他自己的心 就对我们说什么 他说来吧 到我这里来 如果我们读和和本的时候 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意味 好像如果我们结合原文 看到这个意味更强 主耶稣在强烈的对我们说 来吧 到我这里来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在我里边有平安 如果我们来看我们的和和本 主耶稣说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如果要看中文的这个 劳苦担重担的人 我们理解这个意味呢 有可能是指两个方面 一个是劳苦 一个是担重担 也有可能是 比较复杂的一个情感 说的是一类人 但是呢 如果要看原文来说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是主耶稣 说两方面的意思 一个是主耶稣先邀请我们来吧 另外他说 所有劳苦疲乏的人 还有就是有重担的人 你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有重担的人 或者和和本说 单重担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在这里 希腊文这里说 Futizo Futizo是什么意思呢 他引申的意思就是 被遗文诫命所缠累的人 也是单重担的人 他侧重的是说的人的内在的负担 这个劳苦疲乏 侧重的是我们肉体的那种 劳苦的疲乏 是外在的 但是有重担的是侧重我们的内心 我想主耶稣 这句话既是对历史历代属主的人说的 也更是对那个时代的人说的 那个时代的很多的人 是被当时的那些外在的遗文和律法挟制 但是主耶稣说了这番话 我想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经文我们来看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一起来分享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 主耶稣是指的哪一些人呢 如果从字面来看呢 当然这一句话可以指全体有苦难的人 无论是身体上有疲乏的 还是心里面有各种禅类的 有重担的 如果看这一句话 当然可以指全体的人 但是如果从主耶稣所说的 那个上下文来看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经文的上下文 我们来看 我们下面看下一页 感谢主 好 经文马太福音11章20节 我给大家来读 主耶稣在说刚才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这经文之前呢 主耶稣先说了这样的话 主耶稣经文中记述 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格拉逊啊 你有祸了 伯塞大呀 你有祸了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千百农啊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比你还容易受呢 后面的经文我们暂且不读 我们先来看 这个20节到24节 我们来看这个红色的字的部分 经文在这里记述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 经文下边也说了 主耶稣责备了格拉逊 责备了伯塞大 也责备了加百农 主耶稣选了三个例子 经文记述 主耶稣说 经文说这些城的人 他们见证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歧视 但是呢 他们终不悔改 他们就是不愿意跟随主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这些个城里的人 当然有属神的百姓 最后归了主的 但是主说看这个河城里的人 你们见了这么多的神迹骑士 你们怎么能不合成的人 为主所动来跟随主呢 然后主就说了两个审判的信息 我们来看 你说格拉逊 说伯塞大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城 我们知道伯塞大经文中 在四福音书经常记载 我们知道五饼二鱼 就是在伯塞大的旷野 主耶稣所行的神迹 当时那么多的人就在旷野里边 他们一排一排的做好 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 这还只有南丁五千 如果放大到妇人和孩子 可能过万或者过两万 是这样子的 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他们 整个伯塞大甚至其他城的人 都见证了主的这个神迹歧视 如果说加百农 你说加百农有主神行的什么神迹歧视吗 更多 四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在加百农 行的神迹歧视 我们简短的算几个 主耶稣夸奖过一个百夫长 说你的信心就是在全犹太地 也没见过这么大的 他的仆人病重了 主耶稣要去看他的仆人医治他 他说主啊你不用去 你吩咐一下他就能好了 主就夸赞这个百夫长信心大 然后这就是在加百农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那个血漏的妇人说 我一心我摸到主的衣裳的穗子 我就能得医治 那一刻他也得了医治 还有一个主耶稣在加百农 还行了一个是死人复活的 就是管会堂的那个雅鲁的他的女儿死了之后 主让他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在新约一共是三个人复活 一个是拿银成寡妇的儿子 一个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 还有一个就是伯大尼的那个拉萨路 起来 其中有一个就是在加百农 圣四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 在加百农行了太多的神迹歧视 感谢神 圣经说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最后主就把两个审判的信息告诉了他们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来看 我们就从神的主权和神的大能中我们来看 其实神把我们造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中 但是神却不受这个时间空间的限量 从神的主权来看 主耶稣知道哪些人最终是要倾靠他的 那是他所拣选的 但是主也一眼能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用一个比方来说 这个世界如同一个卷轴铺张在主的面前 我们受时间的限制 但是全能的神根本不受这限制 我们继续来看 主耶稣在经文中 圣经记载主耶稣这样说 接着说那时 耶稣说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这是这两节经文所记述的 实际上对我们受造的人来说 是一个奥秘 所以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方 来把这个创造和拣选的这个奥秘 来告诉我们 很多的基督徒 现在呢 在真理上 我们不是责备谁 也不是轻看谁 也不是论断谁 只是照着神的真理 我们来诚实的来叙述这个事实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 甚至来听信一种言论 言论怎样 他们甚至对主耶稣基督的拣选画问号 他们自己画问号呢 有我们自己人的这个理性的 可理解的部分 我们说有可理解的部分是什么呢 如果人用我们受造的有限的理性 来测度神的全能的主权 拣选肯定有理解不了的地方 你说理解不了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打举一个比方 举个例子 我在国内教会服饰的时候呢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呢 来到教会 我给她传福音 这个姐妹呢 是从英国刚回到中国 我给她传完福音呢 她说 她说 庞弟兄 我有一直有一个疑问 我在欧洲就有一个疑问 一直没有得到解答 我可不可以问你 我说当然可以啊 她就有了这个疑问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她说 从我来看 她说我之前也听过福音 但是我总觉得呢 从我自己来看呢 我觉得上帝还不够善良 我说怎么不够善良呢 她说呢 我总觉得 上帝为什么 不拣选所有的人呢 就拣选其他一些人呢 让他们信主呢 把所有的人都拣选了 那岂不是比拣选了 一部分人更善呢 我说你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 我得鼓励他 我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确实也是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我说 我说我们应该看这个问题 应该从全本的圣经来看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神的大能 神的圣洁 公义和良善 远超过人受造的理性 所能够测度的 我接着跟他说 我说其实你看 这不是我们理性 所能够完全明白的 但是圣经呢 却用一个比方 来告诉我们 来解答这个问题 解答人理性中的这个难题 他说什么比方 我说好比 圣经说 好比 有十个仆人 都欠这个债主的钱 他们都给这个债主打了一个欠条 其实这好比就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犯罪得罪过神 他说对 这个我理解 我说好的 我说有一天这个债主就把这十个人叫过来 就跟他们说 说这是十张欠条 每个人所给我打的借据 他们说是的 好 主耶稣拿出来其中三张 就把这三张欠条放在火里边 就把它烧了这个债主 烧了之后说 这三个人 你们可以不用再还我的债了 我作为债主 我有这个权柄 要你们不还这个债 我不要了 他们三个 但是呢 我说这七个 照着他们当初所签的这个戒约 这个契约 他们还要不要还这个债 他说要 我说对的 神对每一个人都是公义的 但是神却在他的圣洁公义良善中 他自己所喜悦的 这并不是人所能够完全测度的 哇 他说我我知道了 感谢神的恩典 我想人的语言有限 所在传讲神奥秘的时候也是有限的 但是神的圣灵开启人心的时候 那一刻他听到这个福音 他也自己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那一刻这个姐妹就信主了 感谢神的恩典 归荣耀给神 所以呢 我们来看 主耶稣在这里说 神呢 说父啊 你把这些个事 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蒙恩拣选的 我们就是主所说的那些个婴孩 还有那些个蒙主所拣选的 将来有一天信主 暂且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也是主在这里所说这些婴孩一样的人 在主里边是单纯的 但是那些在世上看似有名的 有味的 发达的 却未必是神所拣选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追加说一点 神怎样对待这些人呢 其实圣经中如果我们来看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点 我们在这里结一个尾 就是说 神虽然没有拣选那些人 但是在罗马书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神对这些个没有拣选的人 依然照常施恩典给他们 多多的忍耐 等候他们在罪中所行的 用我们白话所说 就是他们虽然在罪中行 但是神虽然没有拣选他们在主权当中 但是神也在多多的忍耐等候他们 这是神在日光之下给他们的赏赐 就像我们说的 在600年以前 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代有一天要去到埃及为奴 过四代我要领他回来 只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之后 所以在神多多忍耐那亚摩利人有600年 然后等到那罪孽之后 过了之后 神的时候许可 然后神在他的公义审判中 在行使他的审判 感谢神能点 当然了 今天这个内容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 但是我们来看 主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刚才我们分享了刚才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 从这个上下文来看 主耶稣在这里所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 因为主在说这句话之前 主早就对那些没有拣选 要预行他审判的人 说了那审判的信息 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在神的大能当中 他知道哪一个神所拣选的要得拯救 他所没有拣选的 至终是不得拯救的 这是在神的主权中所行使的这一切 感谢神的恩典 神告诉我们 主所拣选的就像婴孩一样的人 就是主所说的这个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主说了 主说你们也宣判了那些个审判的信息 但是主在主的大能中 他们知道他们是受审判的 主没有必要再重复说你们这些审判的人 我邀请你们来 到我这里来 我就让你们得我从给你们的安息 如果从上下文来看 弟兄姐妹 这个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并不是冲着所有的人说的 这是跟我们和过往解经的时候 和我们理性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 有一些解经书 说的在这方面也是有问题的 弟兄姐妹 求神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或许有的人会说 听到这里呢 或许有人会说 说旁传道 我觉得你说了这个上下文呢 好像是对呀 有这么一点点意思 但是我觉得 好像还不能完全的绝对 就是说这个经文 不是对所有人说的 好像是总有这样的感觉 好 如果有这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继续 我们刚才看了上文 我们再一起来看经文的下文 看看主怎么说 主继续在28节之后 29节经文说 主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弟兄姐妹 主所邀请来的 这些个劳苦 担重担的人 主说 你们当负我的恶 当负我的恶 下面我们马上就会讲 就是与主通工的 在生命中 是与主团契在一起的 他们是要 主要领我们来 效法主的样式的 这些个人 主邀请来的这些人 是生命中有主的 或者将来有一天 要归到主的里边的 主说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 下面我们要讲什么是安息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安息 这个安息是由主同在的 主内住的这个安息 不同于我们所说的 这个人肉体的完全的修行 我们就知道了 从这个上下文的脉络 上文主说 你们这些人见证了我的行的神迹 但是你们经文也记载他们 至终他们却不归信主 就对他们说了这审判的信息 然后说完了这些信息之后 主说神啊 说父啊 这是你的美意 你的救恩像那些个通达人 就隐藏起来 但是像那些个拣选的婴孩 你就把这个救恩赐给他们 然后主耶稣在下边经文当中 如果你看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 主说什么呢 主说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 主马上就强烈的邀请说 凡劳苦但重担的人 这些人就是刚才经文上文所说的 主所愿意指示的人 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属主的人 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 因为在所有的人这个范围当中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回到神家里边的 感谢神的恩典 盼望神的真理进到我们里边 感谢主 这是我们人的理性 有认知困难的 但是从全本的圣经 这是神的真理 感谢神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刚才我们说了 主说 我们说了这个下文 说主说你们 你们劳苦丹中担的 到我这里来呢 然后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那我们来看什么是主所说的安息呢 安息的原文呢 是阿拿普 希腊文的阿拿普的原文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并不是说 人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 弟兄姐妹 而是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 是人 这属神的人不被外在和内心的压力缠累 单单享受神同在的生命状态 弟兄姐妹 享受神同在的前提是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生命是重生得救的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享受神的同在 所以说 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安息呢 也不是说安息主怀的那个安息 不是说肉体生命的终了的安息 也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生命 这人身体彻底的一个放松 而是指我们 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你们有肉体上的劳苦疲乏 你们有内心上的被这个疑文律法的挟制 你们有内心上的压力 这些都包括在里边 你们来 你们就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安息就是不被这些个外在的事物所缠累 单单享受神同在的生命状态 或许有弟兄姐妹说 说彭力兄 你说了哦 不受外在的和内心的缠累 单单享受神的同在 好 这句话我知道了 那你可不可以说 那这到底又是个什么状态呢 感谢主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不好用言语来混打的问题 盼望我们用圣经中的一两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神的仆人 怎样在处境中享受这样安息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知道了原文当中所说的这个 安息是怎样的 我们来看旧约的例子 看一个新约的一个例子 旧约当中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先知 叫以利沙 我们知道以利沙的师父叫什么 以利亚 感谢神 以利亚是被 没有见死 就是被神直接接走的 像以诺一样的圣经记载的 她的 她照着神的恩典 高了她的徒弟 选招了以利沙 并且她祝福以利沙说 我所行的神迹在你身上是double的 果然神的祝福在以利沙身上 就是double的神迹和能力恩典 然后呢 在以利沙 有亚兰王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计谋 来攻击以色列 当时神让以利沙来服侍以色列 她在宫中所盘算的事情怎样来进攻以色列 以利沙从神那里领受了之后就直接告诉以色列 然后她计划一计不成 她说怎么来害以色列的王 以利沙从神那里领受了信息之后就告诉以色列的王 然后这个时候呢 后来这个亚兰的这个王呢 发现我怎么每一个要做的事情下一步 以色列的王怎么都晓得呢 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他的禅仆说 王啊没有人走漏风声 是因为就在以色列这个国内有一个神人呢 人就是神的仆人 他是个先知啊 他有从神领受的信息 然后这个王就派了一个部队 说你去剿灭这个人 然后呢 他们趁着夜色就摸到了这个以利沙所住的这个城 叫多滩 到了这个城之后呢 然后到了天刚亮的时候 这个以利沙的这个仆人一睁眼 用我们俗话说毁了 坏了 然后呢 他就圣经记载了一节经文 这个仆人就跟以利沙赶紧说 我主啊 哀哉 惨了 要悲哀了 怎么了呢 你去了你来看看 人的肉眼就看见全是亚兰的士兵 把这个城就围下来了 一个小小的城 举国的重兵把他围住 就要来害以利沙 我们知道 这一刻以利沙的那个仆人的内心 他已经不平静了 说我主啊哀哉 哀哉啊我主 不行了受不了了 因为什么呢 马上就兵龙相见了 弟兄姐妹 我们说话简单了 如果我们也在这个城中 看见列队的阵仗 围攻这个城 冷兵器的时代 杀一个人往往是屠城的 因为不知道哪一个人 或者没找到之前 很可能就是屠城的 那一刻无论是外在的 还是内心的 都是在这个大的逼迫当中 我们来看以利沙怎么说 享受神同在在安息中的以利沙 那一刻就跟他仆人说 来用我们白话来说 你平静安稳加来 他就祷告神 神啊求你就开这个仆人的眼 让他看见你的同在 那一刻我们读圣经 我们知道 这个仆人的眼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神的 神的军兵就围绕着他们 哇那个阵仗远比亚兰兵 要阵仗大得多 哇神也 圣经也在也记述 神就让那个以利沙行神迹 让所有围困他的亚兰的军兵 眼睛都迷惑了 然后以利沙就在前头领着他们 来跟我走 来就跟我走 就把他领到了都城 我们最后就把他们遣散回去了 我们来看 在那样一个大的军队的灾难面前 享受神同在的仆人是个怎样的状态 那是一个在主里边的安息 弟兄姐妹 我们有我们每个人的处境 有心里难的 甚至难到有些事情都不方便跟人说 甚至难到可能神就给那么一两个 神里边的肢体可以说的 哇有的时候真的有困难 有外在的有内心的压力 真的在这样的处境中特别容易软弱 哇我在这十几年当中我软弱了 太多次了 跌倒了 爬起来 神领我起来 我每当读到这经文的时候 我就 再一次我就求 我说神啊 我真的盼望这样的安息在我里边 我们再来看一个新约的例子 我们来看 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 神一路上圣灵引导 让保罗和希腊他们不偏左右 不偏左右 然后就到了欧洲 从特罗亚进到了菲利比 是欧洲第一个罗马兵的驻房城 那是以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菲利所命名的一个城 然后到了菲利 菲利比这个城 建立了第一间教会 但是他传福音也在 吕蒂亚家里边建立了教会 弟兄姐妹 正当我们人肉眼 我们人的思想所看 哦一切怎么样 哇 我们用一个世界上的词来比方 心境向荣 我的词有限 郑老师词会多 感谢 然后 用世界上的词 然后来说 哇 这一个真的一切都在向好 一切向好的时候 但是那一刻我们发现 什么许可的一个事实发生 就是他们保罗和希腊 被抓到了监狱里边 被抓到监狱里边 并且被上了木狗 被毒打之后 上了木狗 之前我们分享过这个信息 这个木狗对仆人是一个非常 对犯人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刑具 有单人的 有双人的 就把人就锁在那个木头上 我们知道 为了防止这人 从这木狗上脱逃下来 这是两块木夹 夹在人的这个踝骨上 脚踝骨上的 为了防止人脱逃的话 有的人脚踝骨粗 有的人脚踝骨细 没有人量身定做 再给你重做一副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 所有的木狗都 对人来说都是非常紧的 如果赶上这个脚踝紧的人 那更是一场灾难 往往带了木狗 时间不长 这个人就成了残疾 这个非常狠的 狠毒的一个刑具 保罗和希腊被锁在这个木狗之上 由解经学者和历史学者来分析 分享说 他们很可能锁的木狗 是一个更惨的木狗 一个大的那个大夹子上 有四个窟窿 四个窟窿的 他们两个人是被锁在这 一个木狗上的 弟兄姐妹 从人来看 刚刚兴起来的教会 这个领袖就被关起来了 哇那有软弱的 如果从人的心思意念来想 哇这个教会会不会因此 就塌下来呢 当然很有可能啊 哇这两个人为什么被官府抓起来了 他们传的这个是个什么信息呢 哇有心心软弱的 可能就离开这间教会了呀 那从这两个人在监狱里边 就会盘算那个教会呀 另外这个肉体被毒打 然后被带木狗在里边 我何年何月能出去啊 神那是你的圣灵领我来的呀 我怎么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啊 人有怨恨 或许有埋怨 有软弱有对这个教会的负担 有自己对肉体的这个痛苦难熬 但是那一刻圣经记载怎么样 那一刻就神的这两个仆人被圣灵带领 他享受神在里边的安息 这个外在的身体的批乏 刑罚和内在的这个压力 完全没有把他们压倒 他们就在监狱里边 在半夜怎么样 我们知道圣经记载 他们就唱诗赞美神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只从经文的表面来看 好像我们可以自己通过这个努力 来到这边享受这个安息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希腊语言文 Anapo的这个原文 你看这个原文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我使谁安息 这就是原文Anapo的意思 主说我使你们得安息 这我们的安息都是从主那里来的 弟兄姐妹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保罗和希腊 我们真的是称赞他们 但是那一刻我们知道 是神的灵让我们享受了这个安息 同样也是神的圣灵引导我们 我们也在追求神的这个安息 这也是一个奥秘来着 但是这是全本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讲的是得安息 我们讲的 我们讲 原文说主说来吧 到我这里来 所有神所拣选的 那些劳苦疲乏的 你们有重担的人 主说你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这个安息是由主内住 有同在的人才能享受的这个安息 这句话不是对所有的人所说的 是对我们这些个属神的百姓说的 感谢神的恩典 这是主耶稣基督强烈的邀请 同样在这些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当中 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的福音的邀请 弟兄姐妹 这是福音的邀请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个像婴孩一样的人 有些是已经就像我们进到神的家里边的 有些是还没有进到神的家里边 那些福音的朋友 他们却是神所拣选的 弟兄姐妹 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赫赫本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说的特别好 原文也有 原文用的是pass pass是所有的 所有的神所拣选的人 主说你们来吧 到我这里来 这些里边有这些福音的朋友 然而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神所邀请的 弟兄姐妹 你说为什么 旁弟兄你用这么多的时间来强调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个范围呢 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范围之后 知道了主所说来啊 主所迫切的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我这里有安息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在我里面有平安 来呀你们 你别在世上飘荡 别走旷野的路 来来我这里享受这个平安 主是多么的迫切 邀请我们来 当我们知道 所被邀请的这个范围 我们就是被邀请的人之后 我想圣灵会给我们 一个莫大的安慰 这是主单单给我们的 还有所有属主的那些 他所拣选的人的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第二部分 我们今天呢 读的经文是三节 我想了想 我在预备的时候呢 我说可能只能讲两节 我们今天就讲到二十九节 就讲到第二节 继续来读经文 经文这里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们如果看这一节经文 来看原文的话 和我们和和本的圣经的顺序 又略微的有些不一样 原文是把后边的部分 说到了前边 在读之前呢 我们先接着二十八节 我们再看一遍 二十八节一开头 主说来啊 到我这里来 说完了那一节之后 马上主就说什么呢 说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的灵魂就必得安息 和本的经文 翻译的也非常的好 主先说了主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原文来看 主就捡着那个 对我们最重要的 先放在我们心里边 主说你们当负我的恶 你们当学我的样式 这两句话 这一句话里边有两个意思 如果你看原文的话 你会更清楚 主说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如果从我们中文的语境来看呢 好像是说 我们理解这个语气 好像可以这么理解 你们应当这样啊 不这样呢 你们就损失了很多好处 好像是我们可以邀请的意味很浓 好像呢 语气并不是很重 但是如果你要看原文的之后 你一看那个语气就知道 主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是命令语气 好像英文中没有命令语气 对不对 但是希腊原文中有 这个命令语气是什么意思呢 一旦这是很重的一句话 主说 这是主命令我们 命令我们 主上邀请我们来到他这里 对我们这些受邀请的人 主说 主命令我们要负他的恶 要学他的样式 这是一个很重的语气 这不是说可有可无的 弟兄姐妹 感谢神的恩典 在原文当中 这个恶的意思呢 是足够 足够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中文说足够 足够 好像说足够的意思 这个恶的原文的意思呢 是用恶 用这一个器具呢 连起来两个动物 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一起工作的 我们来往下面看一下 看一个这个图片 我们往下翻 好像右上角 这个图大一些 可能更能看得清楚 这是一个恶的这个器具 然后呢 把两头牛固定在一起 这是共复一恶 如果我们看右下角这个图呢 我们来看 在这个恶的下边 或者上边呢 不同的器具呢 耕种的器具呢 会有一个长长的杆子 连接这个离地的这个器具 哇 有一次我讲到 还是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 我听神的仆人说 你们 当然他没有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找的 我们来看右下角这个图 如果我们从俯瞰这两头牛 来看这个恶的话 是一个恶连着这两头牛 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长长的杆子到地 如果来俯瞰的话 那就是一个十字架 哇 我听了这种 哇 感谢主 我正好看图片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与主共复一恶的这个雕塑 这个十字架的 主说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的灵魂就必得享安息 主邀请我们来怎么样 来与他共复一恶 主领我们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个共复一恶是什么呢 这是命令 主邀请我们来到他这里享受安息 主说我必使你们安息 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呢 主马上说 命令我们你们要负我的恶 要学我的样式 什么是共复一恶呢 弟兄姐妹 主要求我们让我们行的不是旷野的路 不是我们自己所看为美的路 不是我们所盘算的 主让我们所所做的 是与他一起负恶 行在他让我们所走的这个路上 这就是共复一恶 或许听到这里有弟兄姐妹会问 说旁弟兄 不是每一个属神的百姓 都是全职被神呼召出来 在神的家里边服侍 对的 那像我们这样 我没有被全职呼召出来要服侍神的 我们怎么算是共复一恶呢 因为这样是关乎到 我们能够享受神的赐福 能够得享神安息的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 如果能够完全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 只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主才能真的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里边 但是试着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来看 弟兄姐妹 什么是与主共复一恶 如果照着圣经我们来看 主说至少我们能确定的知道一样的事 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之前在一开始我们就分享的 主曾经在大使命中 升天以前就给我们一个大使命 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如果我们在生命中 我们在祷告中还不知道 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给我们所走的 神让我们走的路是怎样的 或者我们就知道一个大的方向 在每一个大的方向当中 有每一个小的举措当中 我不知道这一个方面 我怎么是与主共复一恶的 那至少我们知道 神让我们去传扬福音 一定是与主共复一恶的 弟兄姐妹 因为主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这是大使命的最后一句话 常与你们一样同在 主说我就与你共复一恶 与同一样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内心 另外我们还知道一样 就是在前几周我们来讲的 郑老师第一次来 我就讲的信息 讲的奉献 感谢主 我们知道这是整本圣经 所教导我们的基督徒 所当做的 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 有的我老 我老 我跟大家说 有的仆人说 他那个好像自己的牧者 在自己的教会讲奉献 好像总是觉得有点 好像有点那样的感受 我一点都没有 我从一开始 服侍就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如果不讲奉献 我觉得是神 我在神面前服侍的亏损 因为奉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有的人不明白奉献的真理的时候 听说里或许会说什么呢 说你就是变了一个漂亮的说法 说白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奉献 弟兄姐妹真的不是 如果我们听了上一次的信息 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所得的都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 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真理 但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里边 用十分之一神告诉我们那是神的 不是我们的 是我们由我们站起来管理的 神让我们在这里不是过一道手而已 奉献到神的家里边 不是故意有这么一个形式 而是神在赏赐这个让我们做这个奉献的时候 就每一次借着这个奉献 让我们连接与神的关系 来淘灶我们的生命 并且告诉我们 就这还不算完 神要让我们试试 他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服于我们 让我们恩上加恩 弟兄姐妹 本来我们得这些货财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奉献的恩典 是我们又得了恩典 我们照着神的引领来奉献的时候 神还要赏赐我们更大的恩典 这就是主所说的恩上加恩 这就是与主的共赋以恶 这都是神所喜悦的 至于还有其他的共赋以恶 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与我们共赋以恶的方面是不一样的 哇 我跟弟兄姐妹交通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传福音 弟兄姐妹 我今年 我想想 我四十八周岁 我四十八周岁了 上五年级的时候 应该是十一岁左右 三十七年的左右 我三十七年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忘记 但是我父亲给我传福音的那一刻 我传完福音那一刻 我知道 你知道那一个我的感受 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少年的一个孩子 那一刻我那个感受我到现在都特别的就像在昨天一样清晰 我总觉得我的人生啊 我是原来是飘忽的 哇 我父亲给我传福音了之后 我父亲说 说宁宁 咱们全家是信主耶稣基督的 哇 那一刻我的心就被主敞开 神的大光就进到我的里边 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是飘忽的 然后直接就落地了 就稳定了 不明其妙 就是很奇妙的一样的感受 三十多年了 我到现在都特别的清晰 这是我一个清晰的感受 还有一个就是2015年 弟兄姐妹 2015年复活节那一天 神呼召我之后 哇 我的生命再一次被神完全翻转 你知道 你知道弟兄姐妹知道我所过的那个处境 就是我自己在路上的时候 我忽然被圣灵感动 我都喜乐得不得了 我喜乐在哪里呢 因为我知道了我是与主共赴一恶的 因为主呼召我 那一刻我跟主说 我说主啊 我把你许可我在地上还存活的这肉体的生命 主啊 我都奉献给你 求你使用 哇 我就跪在地上在那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清晰的听见主耶稣在我生命中对我说 说去做我的见证 始初行传的一章八节 哇 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人生从此主灵我要为他做见证 哇 我知道那一刻从此我一主共赴一恶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是共赴一恶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回到家 或许就在今天你就回到家安静的时候就跪下来 如果你是一个共赴一恶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真的被神翻转了 哇当我知道这个喜乐 这个安息不是任何东西不是物质能够给我们满足的 不是其他的方面别人安慰我我们能够满足的 这是从神来的神的大能翻转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从里边安息 哇我那会我真的是特别困难 有一次我见了我姐家里人 我姐也信主 我喜乐的不得了 我跟我姐说 我说姐 你有这个安息吗 你与主共赴一恶吗 哇我那会开车 我姐坐在副驾驶 我姐从别的城市来到石家庄 哇我就迫不及待的来跟她分享 可能别人呢 我还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姐 然后我就跟她来分享 我姐就那么看着我 我就开着车 我说姐 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状态 如果你没有享受这份安息 你一定要回去祷告神 你要带领孩子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我们的生命 我们家人的生命 都享受这个安息 哇我真的 我每次说到这样 我眼泪就要快流出来了 弟兄姐妹 这安息 不代表我们没有外边的那些个苦楚 不代表我们没有内心的 从人来看所有的压力 保罗也有啊 在监狱里边 尼利沙也看见那个合成的军兵围着他呀 弟兄姐妹 这个神赏赐给我们的主说 阿拿普 阿拿普说 我使你们安息 如果我们尝过 我们读圣经34章 34篇 大卫在诗篇 大卫34篇说什么呢 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逃靠他的人就服了 诗篇34篇是怎样的一个诗篇呢 是大卫安疏的时候吗 不是 是大卫在菲利世帝的时候 哥特的王看见他 有人说那个不就杀死万万的大卫吗 哇大卫被吓得吓坏了 哇那一刻大卫的处境不得了啊 因为他杀的哥利亚就是菲利世人的 你把人家的最勇猛的勇士杀了 你又跑到人家这个国家来寄居 你逃避扫罗的追杀 哇那一刻他的处境是艰难道 无比的艰难道 他就跑到那个城墙那 用世界上的话来说 他就是装疯卖傻 用我们的话来说 一把鼻涕一把泪就留在胡子上 他在那城墙上乱写乱话 哇从人来看那样一个大英雄 做了那个以色列王的女婿 做了千夫长 行事顺利 瞬间就在神的处境 就成了一个被追讨的囚犯 我就那样的处境中 神领他度过了那样的处境之后 那一刻保罗在三十四篇说 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弟兄姐妹 或许我们在处境中 不一定每一次都有神的刚强 但是纵使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神依然建造我们 我们老在分享这一句话 并不是鼓励我们软弱 不是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 保罗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真理 转过头来就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说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 没有说主说你们在世上没有苦难 没有 主对这个对我们和对世上的人 一样的公平 有的人苦难多 有的人苦难少 世人也有苦难 我们也一样 但是主告诉我们 说我们有他的安息 神借着保罗 保罗软弱的时候 主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刚强是神让我们刚强 软弱是软弱的时候 神暂且许可了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神的恩典从来不离开我们 神帮我们领起来 让我们再尝着刚强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享受了那个安息 是在处境中的安息 大卫所以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感谢神的恩典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 把原文的经文再读一遍 经文中说 主耶稣说来吧 到我这里来 所有劳苦疲乏和有重担的人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的灵魂就必得享安息 和和本说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翻译的也非常好 如果看原文 主耶稣在这里说的 是你们的灵魂 是指我们的整个的生命 是我们的全人 我们中文的习惯 这个心 你们的心 也有一个深奥的意思 就是指我们的全人 主说我们 我是你们的心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原文说 你们的灵魂就必得享安息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 你们当负我的恶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了几个那个场景 有光天花日之下 一个年长的富人 就被人抢了 哇 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呢 我就觉得 第一个 这个抢人的 穿红衣服的那个人 怎么下得去手 拽了那个包 一再再拽 拽完了之后 那一刻 我想 那个阿姨 或许她的包里 看她开的车不错 或许她的包里 可能装了之前的东西 或许即使不那样了 阿姨就不甘被抢走 她没有松手 当那个车开动的时候 我看到 怎么走了一劫 没有看到那个老太太呀 我就担心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被车拖着的话 卷到轮子底下 那么重的车 真的会发生意外 感谢神 那个老阿姨 只是被重重的摔了一下 我们知道 人年长的时候 有的时候 骨头的钙质 会慢慢的流失 我想摔那一下 阿姨坐那没有起来 求神怜悯 如果没有骨折 那是好的无比的 怎么能光天花之之下 做这样的事情 第一姐妹 如果我们看新闻报道 我们再看 我们这边或许会少一些 哇 我看了好多事情 在西部好多的城市 即使在中部也有 就是为了一个十块八块的东西 就要被 只要好被顺走的东西 要把它锁到柜子里边 在洛杉矶 在那么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子 好多超市因为被偷的 都关了 有我们知道 我不说这个名字了 有好多连锁的超市 他们就在加州关了他们所有的连锁店 因为什么被偷的亏损 弟兄姐妹 这现在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世代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分享过 神的仆人唐牧师 唐牧师在2000年 一个特会的时候 在香港他分享的这个世代的信息 之前的两个我们知道 都在那个话中都是这样成就的 然后唐牧师说 50年之后你们打开录音带 没有说那个打开别的 打开录音带 那个时候还说录音带呢 你们当中有的人或许已经回了天家了 或许有的还有在 但是你们的后代 如果按人来看 或许都还在 但是呢 你们来看看 唐牧师说 你们看看这个世代是不是这样成就的 你们打开录音带 哇 我非常震惊 可以再重复一遍 唐牧师说的第一个就是说 再过十年 大概就2010年左右的时候 神界尔他的仆人说 说再过十年 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会给同性恋者更多的权利 后来我去看了一眼 到了2010年截止的时候 全世界至少有十个国家 两个男或两个女就可以领证结婚了 然后唐牧师说 再过十年 这个世界会借由民主的名义 有越来越多匪夷所思的政策登上历史舞台 2020年的时候 正是大疫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 然后唐牧师又说 再过十年 往后倒的话 那就是2030年的时候 这个信息就更恐怖了 或者说更令人震惊了 唐牧师说 说再过十年 到2030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 一夫一妻的 圣洁的婚姻 将被这个世界的人看为是一种骄傲的 自义的 反人类的生活 到那个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婚姻观念将完全的破产 2030年 现在是2023年 67年的时间 这个世界的婚姻的观念将完全的破产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LGBTQ 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事情 你都不能说 我们说有一个人忘记在哪一个州了 把彩虹旗薅下来 就因为他在庭上 拒绝 他说拒绝 我在信仰中拒绝认错 这同情恋是不顺服神的 被判了非常非常重的刑 我忘记了 好像 我上一次还记得 好像19年 还是25年 还是15年 我记不得了 是个非常重的一个刑 就在美国发生的 弟兄姐妹 然后还有一个 说的第三个 第四个 唐牧师说 到2050年 说再过20年 他说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的人 就像没有受过教育的野兽一样野蛮 这个世界将进入一片黑暗之中 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唐牧师讲到一项 已在被神归正的带领中 来严谨的来分享圣经 分享 神的真理 来著称 我很少听到 唐牧师说到这样的信息 先知性的信息 当时我看到了这样的信息 哇 我特别震惊 我赶紧就 他说一句 我就暂停 我就记下来 然后没 记不住的 我再导回去 我再 再记下来 我要把它背过来 我说方便的时候 服侍教会的时候 我把它说出来 弟兄姐妹 我们看 前面那个视频 那个第二个部分 我们看那个 那些个人就在那 如同我们 用了个词啊 如同僵尸一样 在那晃 我不知道为什么 西族的人 他会把头低下去 就是那样 我看好多人 都是那样 还是这种毒品 是这样 但是我在参加 温哥华一个特会的时候 那个牧师 我特别 特别熟悉 他是从新加坡 他是吸毒 又吸毒 做鸡童 大家知道鸡童 是吧 就是做小孩的时候 被选出来 教鬼 被鬼附身的 做鸡童 啊 然后身上被刺的 那些个偶像的像 他从小就是那样 然后大了吸毒 最后在新加坡 法律很严呢 他就被抓到监狱里边 抓到监狱里边之后 然后监狱里边信主了 然后出来之后 他戒了毒了 彻底戒了毒了 然后呢 神的恩典 让他读了神学院 他还让我找了一个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 不是选美的那个香港小姐 是一个香港的小姐 他说 对 他说让我找了一个香港小姐 然后爱我爱得不得了 然后又漂亮 又爱我 然后神把他领到了加拿大温哥华来侍奉 他侍奉了几年之后 哇 神把他呼召出来 就服侍一个专门戒毒的机构 就在那次特会上 我听到一个人 一个人讲他戒毒的经历 哇 我看了那个视频 我在预备的时候 忽然想起来 那个人所说的 他说 那一次 他说我打针 打的剂量有点多了 他说我打到身体里之后 他用他的那个话来形容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感受 我们只是从自意的表面来 来揣摩他的感受 他说 我想他可能也是像这个人一样 来抱着 像这些吸毒的人 抱低着头 他说我就觉得 这个毒 就从我的脚底就往上来 他说就像一列火车一样的 就往上来 就往我上面来 他说我不能倒下 他说呀 他说我不能倒下 如果我要倒下 我知道这个剂量我就死了 我想那一刻 他昏昏的 是不是就像我们视频中 看的那些个人 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知道 每年光注射 死亡的人有十万人在美国 越来越毒害人的那些个毒品 被投放在市场上 他们廉价让人离不开 他打一针十个小时 原来打十针一天 现在呢 打两针就行 那个身体就溃烂 人死亡的就更快 不吸毒死 然后就是注射慢慢的死 哇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败坏的速度 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在 Vorginia 我们这边 我觉得治安 真的是还不错 没有像我在加州 每天出去就看到的情况 我已经很感 感谢神的恩典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以为 就永远是一个净土 如果神 托付唐牧师所说的话 必定要应验的话 假如说 那是神让唐牧师所说的话 后边两点 弟兄姐妹 那就成了必要应验 我们来看 我刚才听 我一听到那话的时候呢 我有好长时间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记得 我就盘算 2050年我多少岁了 哇 我盘算 我说我1975年生人 哇 我都75岁了 我说我75岁了 哇 想想真可怕 那会儿腿脚也不利索了呀 如果那个世界上的人 就像野兽一样 那样野蛮 我跑也跑不怎么快呀 那我当时我就有自己 基督徒也有自己的盘算呢 弟兄姐妹 我就盘算自己的 我就说 哎呀 我找一个那种地方待呢 安全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盘算 我找一个 我说我带着姐妹 我找一个地方待 我那会儿还想到 哎呀 我的家人了 那对不起 我没想到大家 sorry 或许我 神让我越来越爱大家的时候 就想到大家越来越多了 感谢神 哎呀 我说 慢慢的神归正我 记着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神是借着经文 就是那个 一历米书 就是那个24章的两框无花骨 神让我彻底的得了安慰 哇 在那个 国家 整个国家被败忘的时候 要被掳掠做亡国奴的时候 神说你们这些属神的百姓呢 我也许可 你们也被掳掠 好像人看当王国奴不好 当然不好了 一千多公里被掳掠走 但是神说 我捧你们去 到外邦 我让你们在那 过安静 敬拜我的日子 这个地方 拜我像太多年了 我带你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加巴鲁的河边 在那个美的地方 你来敬拜我 虽然从人来看 那是个被掳 你们是做亡国奴 但是你们不是 因为你们是那一框好的 无比的无花骨 我要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 你们就像那个羊 在青草地上 在溪水边生活 在那躺卧 等到七十年满了之后 我再把你们领回来 哇 我看了这个经文 美得不得了 纵使在那个黑暗的世代 在那样 我想那个战争年代 可能加勒底人是出了名的残忍 弟兄姐妹 被掳掠的时候 那真的是抛开母 母亲的孩子 母父把孩子都抛出来 来摔死的 哇 真是出了奇的残忍的 就是在那样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那一框好的无花骨 神并且早早的 就让他的仆人 对那个世代的人说 让我们知道 就像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时候 神早早的就让他的仆人 告诉我们 这个世代要发生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来看 在漠世疆域险境 人往往习惯先找好退路 我就这么干过 弟兄姐妹 但是盼望 神刚抢我们 让我们知道 找退路是人的常情 但是主在经文中 今天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与主共赴一恶 要奋勇向前 对不起 有一个错别字 奋勇向前 主领我们不是退后的 不是保守的意念 我们要与主共赴一恶 哪有牲口套上了恶 往后哨的 往后退的 拉着主给我们的恶 就是与他一起向前的 而是在幕后的时代 奋勇向前 弟兄姐妹 你说我奋勇向前 我所付的恶是什么 我们又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话题 我们跪下来祷告 当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 那是与主共赴一恶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神给我们托付的 每个人都有 你说旁弟兄有圣经依据吗 有的 因为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我们来看这句话 整体是一个福音的托付 我们看来前面那个部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每个人 我们都是有圣灵内住的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都有从神来的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给我们的安心 让我们与主共赴一恶 所服侍的那个方向 所做的 我们有大的共赴一恶的方向 弟兄姐妹 在每一个小的服侍中 也有我们要祷告 与主共赴一恶的 阿们吗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来看 对不起啊 不是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 这是我们刚才所分享的 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怎么刚才跑到第二部分来了 感谢主 我们来看今天应用的第二部分 如果你现在就有身体的批乏 有心理的负担 主耶稣要我们调整人生的方向 与他同富一恶 弟兄姐妹 感谢神的恩典 这会我们可以祷告了 感谢神 我们地陶闭幕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啊 谢谢您的恩典 您借着您的独生爱子 父啊 即使时候满足他倒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就为我们这些本来有罪 该死该灭亡的 他替我们舍命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污 他受死埋葬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为我们成就了这永远的救恩 父啊 谢谢您领我们 因着您独生爱子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这永远的救恩 让我们与你和好 成为您家里的儿女 父啊 您借着您的独生爱子 把这话语赐给我们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你们就必得享安息 天父 您领我们 这是您特特的 对我们这些属您的儿女 所说的 父啊 您对我们所说的 您是信实的主 必要成就在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您领我们 向着您来呼求祷告 您的大光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晓得我们何时 我们何处 我们在何时 是与主共赴一恶 领我们在这弯曲 被拗的时代 不是找自己的退路 而是与主共赴一恶 奋勇向前 父啊 您祝福您自己的教会 您复兴我们的教会 您领更多的 属您的儿女 来到我们中间 您也领更多 您所拣选的儿女 来到我们中间 您兴望我们的教会 父啊 您领我们的教会 在这弯曲 被拗的时代 有与主共赴一恶的见证 让我们奋勇向前 父啊 您祝福我们 您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 阿们 感谢主